觀眾朋友你好 原本中研院院長翁祈惠先生 今天要到立法院接受質詢 可是昨天翁祈惠 分別以電話跟寫信的方式 向總統馬英九 有提出辭辰 理由是他自己的健康因素 馬總統說不可以 馬上回來 把浩鼎的事情交代清楚 究竟中研院 中研院院長翁祈惠 跟浩鼎的之間的關係 這是外界這一兩天一直在爭論 是不是會有內線交易的問題 為什麼中研院院長翁祈惠之前說 他跟他的老婆都沒有浩鼎的股票 可是後來竟然是他的女兒有三千張浩鼎的股票 另外中研院是技術移轉給浩鼎 而當浩鼎在所謂的那一支乳癌疫苗解盲失敗之後 中研院院長又出來說在學術上 在醫學上 這個是叫做成功 這會不會有所謂的圖利的問題 而中研院院長翁祈惠 為了去開拓所謂的中研院的 這些研究人員 他們的這些學術研究 很可能會有高度商業價值 他自己訂了一個法 就是中研院人員的這種所謂的技術移轉的利益迴避原則 他談到說依據這個原則 如果是技術移轉之後兩年內 中研院的這些相關人員都不可以去投資買賣 這家公司的股票 問題是儘管他的女兒是在技術移轉前用架構的方式 取得三千張號頂的股票 可是就在這個所謂的倫理規範的規定 中 他說你必須要交代清楚所謂的利益關係問題 為什麼翁祈惠 翁院長沒有交代清楚 而這種種的爭議是真的涉及到所謂的內線交易 或者是公務人員利益迴避的這個法律問題 又或者是說臺灣社會對於中研院院長 有非常高度的道德要求 道德期待 這樣的要求合不合理 我們今天要從不管是在司法方面 道德方面 社會觀感方面 好好來談一下中研院院長翁祈惠 跟浩鼎之間的種種爭議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真理大學法律系主任吳景清吳老師 各位大家好 淡江大學財經系的教授 聶建中林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股市分析專家黃時聰 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蔡玉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立法院同時又對這件事情 提出種種的疑慮 為什麼中研院院長這一次在司法 以及道德上會陷入如此高的爭議 以健康欠佳正在休養為由 中研院院長翁祈惠選擇佔留美國 三十一號沒能進立法院報告 還兩度向馬總統提辭辰 引來朝野立委炮轟 逃避責任有時封骨 中研院生育將受到重挫 朝野立委批評翁祈惠不該把雙重國籍當作保護傘 就算生病也該儘快返國說明再談請辭 立法院教委會更無異議通過臨時提案 嚴厲譴責藐視國會規避監督的行徑 而中研院院士吳茂坤 張茂貴等人也發起聯署 要求將本案送院內審理委員會審議 全面檢討記轉利益衝突及迴避處理原則 法律的問題那就留給法律部分去解決 但是裡面自己是有利益衝突及利益迴避的自我的倫理規約 那也有記轉的時候你要揭露的一些事情的規範 就是這兩個事情需要面對 比較處於內部的 可以說比較看長治久安這個問題吧 至於汪祈惠女兒汪玉秀的三千張持股 自己有沒有份 解謀前出脫部分股票是否涉及內欠交易 這些疑點檢調單位正在釐清 下午傳喚汪祈惠的理財專員 而未來是否傳喚汪本人事件不回應 號頂案越燒越大 總統立委中研院內部都希望汪祈惠回來說清楚講明白 而汪祈惠下午發信給院內全體同仁指出 對個人事務引起諸多評論 衝擊中研院聲譽深感不安 等國外事務處理妥善將儘快回國說明 記者綜合報導 郁政傑這好多個層次的問題 最簡單的是有沒有內線交易的這個問題 再來是說有沒有圖利 或者是所謂的利益迴避的這個問題 再來是道德司法的這些問題 對 有沒有內線交易 內線交易的話 因為今天被傳喚的是這個他的禮磚 那這禮磚呢 他自己有承認說2月18號那一天 也就是說解盲 記得大家記得解盲2月19號下午3點鐘收到報告 那張建慈說有五個人知道這份報告 好 那所以這個汪祈惠 因為他賣女兒汪玉秀手中的這10張呢 是在前一天 也就是在708塊的那天 那那天呢 現在要確認說他有沒有內線交易 其實必須針對說這個李專 到底是他主動建議汪祈惠 還是汪祈惠覺得說我想賣股票 我知道消息了 所以我打電話請李專幫我賣股票 那不過初步的消息 因為這個現在 因為包括這個事檢的發言人都說 現在因為基於這個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可是就目前所得到的消息是說 李專他建議汪祈惠賣股票 可是他為什麼只賣10張 這一點就很奇怪 因為假如說他知道看壞 未來的解盲的話 那他手上有1933張 為什麼他只賣10張 六七百萬這樣的一個數字 就讓我解決說 這個跟真正有得到內線的反應 又不太一樣 但是就整個從二月份 這個浩鼎解盲 然後到翁祈惠的談話 然後到小英後來去 就小英準總統 去這個生計業參觀 然後對浩鼎的加油 那包括後來公司派宣布要庫藏股 就這一連串的動作 跟這個關鍵人物翁祈惠 其實現在至少大家認為說 你的道德瑕疵是很嚴重的 因為你自己本身 因為唐芬子的授權給這個耗鼎 可是你自己有女兒的手上的 這三千張的股票 你從頭到尾都不肯講清楚 其實他如果找願意 在二月份的時候 就把女兒手中的三千張 先出托一部分 他願意講清楚 因為這已經是所謂的二等清內 就是包括技術授權 技術授權之後 你的二等清內 能不能擁有股票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他應該要講清楚 那至於說內線交易 我想事件現在辦了 就是說證據 到底翁啟惠知不知情 或是說受委託的解盲 就是這個受委託解雙盲的這個機構 是不是有管道可以告訴翁啟惠 或是公司其他的人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在 所謂的內線交易裡頭 我必須要非常謹慎 去核對的消息的來源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不敢善加的推頓 但是我可以想像 翁啟惠為什麼不回來 因為第一個 過去他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他對立法院的生態 非常的不適應 包括他自己覺得說 回到立法院 他一定會被羞辱 所以他說我如果不是院長 那我是不是就不要去立法院了 可是司法跟中研院 我會回來面對 那司法的話就我瞭解 包括在美國很多朋友勸他說 你稍微 你可以考慮在美國開記者會 為什麼 因為翁啟惠 怕回來之後 萬一不小心真的被收押了 因為他對台灣的司法不信任 因為他自己是美國人 他自己看到 就是他是雙重國籍 但是他看到這幾年台灣的司法 尤其是加上有政治鬥爭 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 我認為他擔心回來被收押 然後讓他失去自由 讓他對未來的整個 包括他要去爭取諾貝爾獎 未來的很多的前途 他會非常害怕 這點是讓我們看清楚說 這個沒有擔當 而且過去可能吃香喝辣 不過補充一個資訊是 都是享受幽默的翁啟惠 今天下午翁啟惠 翁院長也發了一封信 給中原院的所有同仁 他說各位同仁近日 因為個人的事物 引發社會諸多的評論 衝擊本院的聲譽 翁啟惠本人深感不安 那他現在人在國外 因為身體不適 沒有辦法趕上今天立法院的業務報告 也已經跟總統請辭了 等到國外的事物處理 妥善之後他會盡快的回國說明 他也會盡所學 貢獻臺灣科學跟生技的研究 感謝大家支持 這是今天下午 所發的一個電子郵件 可是我再回到 我要請教施聰兄 就是說 我們先就一個一個層次 來談清楚內線交易 所以比較具體比較好談 我們來看看 什麼是內線交易 包括今天立法委員黃國書 也說這個是有所謂的 公務員利益迴避的這些 可能涉及的問題 那律師呂秋元說 翁不能夠影響股民買股 你要去買好談 那是你們家的事 對不對 你要不要也是你家的事 翁不能影響 也沒有要求說 中原院不可以收權利金 也沒有把國家權益出賣給私人 那如果要講利益輸送 要提證據 那翁齊會是要怎麼輸送利益 這是迴避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看 證交法內線交易 立委證明中他說翁齊會不適合去對單一股票表示意見 他不當的發言呢 會意圖影響股價 對 浩鼎董事長張念慈說 浩鼎是在二月十九號下午五點多才拿到解盲的報告 翁齊會那時候不知道 他說那個時候只有五個人 連張念慈都是第六個人知道的 對 五個人不包括翁齊會 浩鼎董事 曾達夢律師他說 受到報告之前 不可能知道結果 沒有消息 拿你來的另外線 但是我要請教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 浩鼎在解盲前一天 是 現在的訊息都支持 證明說翁齊會幫他女兒 因為接到李專的投資建議 翁齊會中原院院長 幫他女兒賣了十張的 號頂股票 時間點就在解盲前一天 出賣的股票張數是十張 這是否涉及所謂的 我們證交法所規定的 我們來看看內線交易罪 他說如果知道說 這家公司有重大的訊息 而且會影響股價的時候 在該訊息明確之後 還沒有公開之前 或是已經公開之後 十八個小時之內 你不可以去買賣這些股票 那也不可以自己賣 或是以他人的名義 買入或賣出 那哪些人是被規範的呢 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 再來是持有該股 超過百分之十的股東 那翁啟輝的女兒 翁玉秀 雖然有三千張 不過他大概還是個位數 對 儘管他是大股東 但是他不超過十趴 對 蔡營養的五千多張 都是一點九了 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 獲悉消息之人 然後呢 或者是從前面這四款呢 得到消息的人 從法論法 會有內線交易的問題 第一個就時間點 是未公開前或公開後 十八個小時內 那如果你仔細去推出這個時間點 是二月十九號的下午 所以他在前一天二月十八賣 其實是在十八個小時之前 所以就時間點來說 其實是沒有在這個時間之內的 那另外一方面來說 就翁錦慧他本身的這個身份 或者是他女兒翁玉秀的身份來說 不是浩鼎的董事 也不是監察人 也不是經理人 所以他就這樣的話 他其實也沒有受這個 所謂內線交易的這個相關的規範 再來說他們也不是百分之十的股東 現在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到底有沒有從這些人中間 獲得到解盲相關的消息 所以你從二月十八號 他就賣股票 解盲的訊息是二月十九號才知道 所以這個因果關係 其實是沒辦法連起來的 既然沒有辦法連起來的話 其實就內線交易罪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其實是比較難以 就是說以這個罪行來看 是比較難說他真的有這個罪行 至於說這個 他跟李專之間的這個關係 我認為說這個就是一個 一般的這個交易的行為 這個現在其實在我們一般的 這個證券交易的這個實務裡面 這是他跟李專的對話 其實都有這個錄音檔 那其實說這個如果必要的時候 檢調也是可以公佈相關的 這個以遭公信 我覺得就這個部分來說 其實是比較沒有太大的疑慮 他比較大的疑慮 讓大家觀感比較不好的 是在於說他的發言不當 譬如說在解盲的之後的 二月二十一號 那時候他在這個訪問 這個記者問他所謂號頂解盲 失敗的問題的時候 他有說到一些話就是說 其實就科學的這個論證來說 有些數據是有結果的 但我覺得聽到這種話 對於這個股民或是對於很多人來說 他會覺得說是 你在替號頂的這個解盲失敗 再做一個這個所謂的辯證 OK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就導致說 很多股民可能會因為這樣 而做了錯誤的判斷 那他這個時候是不是適合發言 那這個時候他女兒還有兩千張 號頂的股票 但是因為那時候外界不知道 他有股票 那時候曾經有人問他說 你這樣發言是不是適當 他說我本人還有我們 我的老婆沒有持有號頂的股票 結果後來被週刊踢爆說 原來不是他持有 是他女兒持有三千張 而且那時候大概剩下一千九百張 而且他在講這句話的 二月二十一號之前的 前三天二月十八號 他才剛賣掉十張的號頂的股票 所以我覺得就法律來說 是沒有太多的問題 但是就對於說一般的散戶來說 或是對一般民眾的觀感來說 會覺得說你這個中研院院長 是說法前後不一 你一開始說沒有 後來也被說有 然後有了之後 你又原來你十八號之前 才賣股票 你賣股票 後來你又說這支股很好 他不是這樣講 他就說這個實驗 這個解盲劑結果是好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會讓人覺得說 你在股價下跌的過程中 你發表這樣言論 是不是有刻意去撐住股價 這樣的疑慮 意圖影響股價有沒有罪 這個就有這樣子 意圖影響股價有沒有罪 意圖影響股價 如果是非常嚴重 當然有罪 這個部分我覺得 就是可能檢調要長期 但是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也沒有所謂的因果關係 就是說你要 除非你查明說 他在發這些話的時候 他同時在賣股票 或是他同時在做什麼樣的動作 這樣的話就實務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我們一般的食物面來說 要這些要入罪 其實都很難 那我再就食物面來請教你 在解盲前一天翁企會賣的股票 是十張 是 他女兒他是幫他女兒賣的 他女兒在當時 他原本是有三千張 後來一直賣賣賣 賣到剩下兩千張 而在解盲前一天 他賣掉十張 十張這個數字 是可以去推斷說不管是掌握內線消息 又或者是說後來的意圖影響股價 如果是想做這些 怎麼會只賣十張 對 這個就是比較奇怪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真的是要這個 假設他之前就知道這些解盲 可能失敗的時候 他當然要比較大筆的這個出脫 但是因為他也沒有這樣做 所以這個十張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就不清楚 還是說其實他都陸陸續續 有在處分十張 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 檢調單位要查的 因為像之前的這個 這個浩鼎的總經理黃秀美 他就是陸陸續續每天在賣九張 他每一天都賣九張 他為什麼賣九張 因為他是內部人 他要規避相關的法令 我們他們內部人十張以上要申報 但是他就每天賣九張 九張九張九張 九張這樣的賣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看的就是說 不要只有看那一天的交易 是翁錫慧他在之前 往前看個半年 對 他是不是之前就有在賣 是說這個其實賣是 他其實一直在賣 一直在賣的動作 或者是說在解盲之後 他還有門子在賣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下一個階段 就是檢調要查清楚的 委員浩鼎那時候股價很高 六百多塊 十張就是六百多萬 其實那個是就數字來講 他前一天收盤是七百零八 然後之前最高到七百五十五 這件事 我們等一下會談道德的問題 就整個不管是政交法的規定 或者是我們股市交易的常態 翁企會的動作 好 這個我想我們剛剛說 這個我們不能夠隨便推論 可是我們在這個節目 可能就是要做推論 對不對 那麼其實你看 現在我們現在定的是這個 政交法一百五十七 之一條的這個所謂內線交易 那後面放了這個所謂的五種 可能這個跳入內線交易的 這些人 其實再不管怎麼說 剛才有一個定義 可能稍微要弄清楚一下 未公開前和公開後十八小時 這十八小時不是公開前十八小時 是公開後十八小時 因為所有的消息等公開後 實際上他要到這個資訊網站 要去公開的 那個十八小時之內 其實消息已經出去了 所以他鎖定十八小時之內 你不能夠做動作 十八小時之後 已經都safe了 就這樣子 但之前沒有十八小時的問題 十八號和十九號 他十八號來一個時點 為公開前 他都有所謂的這個問題 對 那我現在講說 在這裡面 他所制定這些所謂的 一二三四五的這個 這個條件裡面 第一個當然董監事經理人 他不是第二個你講說 他超過百分之十 你說雖然他第十大股東 他也不夠 也沒有到百分之十 這也沒有錯 他現在身家一百九十 一千九百九十三張 大概是這樣 那第三個就有一點問題 就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 獲取消息之人 我覺得這一點 他有套路進去 如果以我推論 這一點是絕對是的 我們先去想像他過程中 今天這個所謂的翁先生 這個翁院長 他跟這個浩鼎之間的關係 從之前 我們不管這個 這支股票是不是技術 轉移的那支 但不管怎麼說 只要你曾經跟這個浩鼎之間 有過所謂的在技術移轉 甚至其他的一些 這個所謂的技術 那這樣的長久走下來的 所謂的關係 跟這個所謂的公司的高層 一定有一個 很密切不可分的一些 這個所謂的 我們已經把它當作 所謂的內線關係了 我把公司是這樣分 我們講公司的股票 可能會出自於 第一個叫公司派的人 第二個是市場派的人 市場派的人有好幾 也有要在劃分 有所謂的市場關係派 市場消息派 但還有市場雜音派 市場雜音派是後面尾隨的人 那個我們就不用在乎 可是市場關係派的人 跟公司派的人 是同樣的 會拿到所謂的內線消息 因為我們在公司做 我做了前後十幾個公司的董事 甚至獨立董事 甚至薪酬委員召集人 在這個情的方面 其實我覺得在 哪裡上 我覺得我有我的推論 當然雖然我剛剛聽到 前兩位講到 好像我覺得會有點 幫翁院長講點話 當然我現在也不能講 他一定有問題 但是從情的角度 講這個實章 我怎麼去判斷呢 其實如果從心理學來講 假設我這樣股票 我也不敢多賣 如果真的知道消息 我一定也是少賣 那他不是那種所謂套路 我們必須報申報的 所以他有所謂事前申報 事後申報 我想觀眾一定要知道 十張以下必須在事後做申報 事前不用申報 但十張以上事前就必須申報 那我覺得他可以抓在這個 第一個他不需要申報 沒有錯 但是他小數張數的去賣的話 他比較不會落入被人家 所謂的很容易發現的那種 我覺得那種比較顯著的 那種被人家發現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就這個動作 在心裡面 我會有點質疑 那第二個我覺得一個 很弔詭的東西是 李專有這麼重要嗎 李專的話能夠影響他嗎 他和李專來比 我講李專跟他比 跟浩鼎的瞭解度 他會比較瞭解 還是浩鼎比較瞭解 我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如果在公司當董事 我知道這家公司 有個很好的技術 不管手紋辨識或什麼東西的 我知道他可能會有一個 不同於其他家的東西 你覺得李專告訴我 買或不買 你覺得我聽李專的 還是我自己有我的判斷 除非他完全不知道浩鼎 這是我的推論 但我推論不一定是對的 我基本上覺得 現在都不能定罪 我即便推論說他有問題 也必須拿出證據 沒有證據 我講的全是錯的 但就必須拿出證據 第一個不管是李專的 這個錄音也好 是 還有等等的 但是我覺得錄音也必須 要有合理的推論說 他只是告訴他 這支股票不一定會漲再高 因為已經夠高了 那這個是不是有人影響 他決定就要賣十張 我覺得都還要去推論 基本上我有一個 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請問翁院長 你會對浩鼎 或者你手邊的股票的瞭解度 會輸於這個李專嗎 這個李專 他研究這麼多的股票之中 他會對浩鼎 最特別的瞭解 會比你可能在過程中 就是第三個這個 你跟他有所謂的職業局控制關係 獲悉消息的人 你可能就是 會比你還深入嗎 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這個人是當中在他女兒的名下 他時候說 他跟他太也都沒有 其實講這些話 我都覺得 他之前會在女兒身上放這麼多 我都會有我的質疑了 為什麼你就不大大方方 俐落地放在我自己身上 我自己在公司 我自己有股票 那我就是當時增資了0.1% 我就50張 我就撤50張 我該賣的時候 之前賣超過10張 我就申報 超過之後 如果9張以下 我就不上 事後我會申報 這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不必避險 或者說什麼 我其他人才有 我覺得這是有問題 所以聶老師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現在是不能完全排除所謂的 是否違反證交法裡面的 內線交易罪 因為至少是第三項 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 可以獲得消息 我要強調一個 對我補充一下 我看到所有的消息 當然現在暫時性的不管是公司的高層都是幫他說話 因為他們一定有一定的關係 如果真的他們假設他完全沒有 這也有可能他完全沒有這種關係 但是如果他有上面還是要保護著他 否則的話 可能這個連鎖下來 也不是這麼的單純 我覺得這個現在 但是我所講的東西 我推論我的心裡的這個層面的感覺 我覺得還有點質疑 還是會質疑 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是翁錡 會真的沒有拿到任何內線消息 而真的是聽李專的話 因為如果說按照之前積雅的這個經驗的話 一旦解盲之後 那是慘到不可以再慘了 所以他適度的出脫十章 或許也可以說作為一個理由 但是這都只是推論 可是五五老師 我要請教你 舊法論法 剛剛我們談了很多證券交易法裡面的 內線交易罪是否涉及違反 這樣子的罪 再來我們來看看 還有哪些可能呢 貪污治罪條例裡面說 如果說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 明知違反法令 直接或間接圖利自己 或是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而獲得利益者 那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事務 明知違反法令 利用職權機會或身份 圖利自己的 這個要除五年以上徒刑 是否適用所謂的貪污 貪污治罪條例裡面的圖利罪 又或者是否這個 所謂的利益輸送 利益迴避的這個問題 公務人員利益衝突 有一個叫做利益衝突迴避法 那第一個 我要請教的是說 中研院院長 是不是叫做公職人員 如果是的話 公職人員知道有利益衝突的話 就應該要自己迴避 那公職人員或是關係人 不可以跟公職人員服務的機關或是受其監督的機關去做買賣 租賃 承攬的交易行為 好幾個法內線交易 土利罪以及所謂的利益衝突迴避 我先講一下 因為前面都已經提到那個內線交易 是很難 那我先講數據 大概檢察官在恕罪這個內線交易 事實上我是覺得蠻勤勞的 但是最後的結果都是很慘的 定罪率很低 比方說十件的話大概有兩件 內線交易定罪就不錯了 那這兩件呢 我後來稍微看一下 像這種這兩件往往就是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太笨 為什麼說太笨 因為他沒有去看那個法條 他如果去看一家法條大概可能就歸過了 另外一種 我覺得儲罰就有點無辜了 就是說他 他因為他沒有去注意那個法條 因為剛才有提到那個十八小時的問題 那他是真的有興趣去買這家企業的股票 結果意外的竟然被儲罰到了 所以 所以我是 我是覺得就是說 目前的那個內線交易 講起來也很諷刺 這個從字帝到現在已經修了十幾次 然後呢 最近一次是二零一零年 那在二零一年之前就是說 因為內線交易的這個行為 那個總會一下太煩多了 所以一開始他抄美國法的時候都盡量把它空一點 事實上這個問題現在仍然存在 比方說什麼重大影響股市的股價的消息 什麼實際窒息 這個老想都非常的空泛 那在 那就是怕說因為太空泛了 所以就是說不明確啊 所以在九九年的時候 就把它加稍微 稍微明確一點 所以才有後來 剛才那個要講的 加了那個十八小時 當時還在討論 到底要十八小時還是十二小時 二十四小時 所以假設如果真的是差到 真的是那一天在交易 那剛好是十八小時零一分 那就沒了 所以這個內線交易這在我感覺 在台灣他只有象徵性的意義比較強一點 好 那再來看這個 這個這些 土利罪等等的問題 我現在想要先 先強調一點 每個法領域的公務員定義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像這一個 我們用比較重的罪 我們來看看上一張 土利罪 土利罪來看看 到底他是否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的土利罪 明明知道違反法令 然後直接間接 土利自己 我們先看他 先不要看下面那個 那個直接間接 我們先要有一個前提問題 貪污罪一定要是要 刑法的公務員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有些人講說 中央研究院不是掛在總統府底下嗎 那他當然是公務員啊 那還用講嗎 可是現在問題就來了 我剛才強調剛才那句話 就是說每個法領域的公務員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那因為刑法這個貪污罪非常重 你看這個五年以上 五年以上 我們那個內線交易所以才是三到十年而已 所以要重是這個重喔 所以如果你要 你 你真的要想盡辦法去定 翁起位的罪是用這個比較好 但問題是 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在現在的刑法來講 他不是刑法的公務員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刑法的公務員很強 因為二零零六年七月一號 我們限縮了刑法的公務員的範圍 就強調說 依法從事公務 而且要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那現在問題來了 中央研究院他雖然掛在總統府底下 可是他有依法從事什麼公務 他有什麼法定職權 他老實講 在某種程度他只是掛在總統府 事實上他跟一般 我們這個 大學 大學老師差不多的 是一樣的 他沒有在行使什麼公務 他就在做學術研究 是 所以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 如果他連刑法的公務員都不是 那這個都不可能 所以這個根本別談 這個別談 我認為這個別談 這個後面都不用談 就算他 你已經查到他有直接今天圖利那個也沒用 這個都不能用 那這個就不要講 這個就不用講了 所謂的利益迴避 他不是公務人員當然也沒有所謂利益迴避問題 我們來看看下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他不是公務員 安倍就把員工 原來又來了就是說 我還要強調就是說 因為我們臺灣所謂的公務員的定義 有廣義跟狹義 剛才行法那個是狹義 為什麼 因為那個你看他那麼重 所以那個處罰非常嚴重 所以他的那個公務員的定義會往內縮 那像這個利益衝突呢 一看就知道 這個大概道德 道德條款比較多啦 所以他基本上他公務員就放得比較廣 所以 到這邊 他又被公務員 對 他就是那老實講 你看這些東西 當然他有違反的效果啦 比方說翁崎衛在這裡可能是地球條 地球條 應該跟他這個監督的機關有這些交易行為嘛 因為這裡也包括關西人 他女人 所以違反這個 可是問題是他的違反效果呢 沒太嚴重啦 就是划緩啦 我查一下大概六萬到六百萬嘛 看他交易的金額多寡嘛 那如果說我假設能夠在這樣一次的內線交易 假設 就內線交易裡面拿到好幾億 那老實講這個就多多 但是中研院院長被罰個六萬恐怕也是夠嗆了 也是啦 對啦 當然這個我現在講的是說 這個違反的效果在某種程度實質意義沒有那麼大 不像剛才圖利罪這麼嚴重 但我們會不會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 但我們真的有足夠的論述或證據 談到這些東西嗎 這個東西不是 這個東西跟罪沒有關係 這個不是罪 OK OK 我跟你說 我們會不會所謂的先入為主 但是 事實際上嗡到目前為止 真的有涉及到不管是所謂的利益迴避法 或者是內線交易 我們除過這樣 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無罪推定 因為從剛才幾位這樣講起來 好像大家都認為他無罪 其實可以無罪推定 但是就是說我們是無罪推定 但是這件事情對他的道德瑕疵的批判度 就是說其實他整個已經是喪及到 他身為一個中研院院長 甚至中研院的形象 所以中研院才會有院士 他們的居民 連署要將他移送 輪送倫理委員會 那當然移送倫理委員會 這個又涉及到 中研院院長要在四月份臨選 所以這裡頭幾個學院 包括物理學院 生命科學院 跟人文科學院 大家都覺得說 我要推我自己人 因為你們這個所有這個生技醫藥界的人 占盡所有的便宜 可是翁 翁請會他們會認為說 因為我們授權 所以我們替中研院賺錢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兩難 可是他涉及的層面很廣 包括 他改推這個不公開的這個李公主的院士 就是有可能是營燕糧或是盧超群 這部分其實都已經傷害到中研院的形象了 所以他是有很高的道德瑕疵 但是呢 要真正就是有關罪的部分 不管是內線交易或是土利 我覺得這個都應該要交給私林地檢數 那基本上認定的這個難度很高 法當然就是最最最最最根本最重要的 但是還有一個 其實社會觀感跟道德爭議 我們講到中研院院長 那就是所謂的我們桂冠之靈裡面最重要的人物 我們想到就是以前胡適敢去跟蔣介石 鄧一鄧斗 指著蔣介石的鼻子罵說你錯了的這樣子一個道德完人 又或者是想到吳大游 可能是要一瓶如洗兩袖清風 這樣子一個所謂的非常聖潔 在道德毫無任何瑕疵的人 才有資格擔任中研院院長 但是這樣的標準合理嘛 特別是在所謂的當學術發展越來越多元 以及特別重要的是所謂的學術領先商業走很大一段 特別是在講生技產業的時候 如果說這一條線還是這樣畫 會不會真的是太過落伍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很可能拿到諾貝爾獎的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先生 因為跟耗鼎之間的關係 現在會陷入空前的危機 自從公布解盲結果之後 耗鼎股價就一路下跌 連日來又扯出中研院長翁啟惠內線交易疑運 耗鼎週四上午宣布暫停交易 並舉行重大訊息說明 宣布獲得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的同意 六月將前往口頭發表論文 能夠在ASCO上被認可 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果 對於病人有真正的幫助 這個就是等於台灣走出到世界的這個全球的市場上去 耗鼎董事長張念慈表示 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每年都有5800多篇論文投稿 進入口頭報告的比率只有3.8% 能夠由這個機會代表耗鼎的研發獲得國際肯定 而張念慈也澄清 耗鼎是在2月19號傍晚才收到解盲結果 中研院長翁啟惠女兒是在18號就賣出耗鼎股票 當時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解盲結果 張念慈也強調他跟翁啟惠有30年的交情 他相信翁啟惠是無辜的 他一定會說明的 因為我跟他30年的朋友我是知道的 只是他要把這個資料都給你弄清楚 書面的資料 口頭的資料 來龍去脈 時間點 通通說清楚 而針對一個月來的風暴 耗鼎說明會長達一個半小時 現場甚至還有小股東來加油打氣 而張念慈也表示 將代表散戶提告 向散播不實傳言的人要求賠償 記者林正午郭俊麟 台北報導 博士忠雄中華民國並沒有對所謂的我們的學術人員 或是廣義的公務人員 技術入股這件事 有非常清楚的規範 但是我們好好來看一下 這幾年來 包括翁啟惠 跟他所在美國創立的公司 再到浩鼎這樣子一個關聯 恐怕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整個的爭議所在 我們來看看 一九九八年 那時候翁啟惠還在美國 他創了一個公司叫Optomer 然後他把這個糖分子研究技術 那翁啟惠是全世界研究糖分子非常重要的權威 他把這個技術呢 移轉給Optomer 成為股東 也就是所謂的技術入股 然後呢Optomer呢 在兩千零二年的時候呢 在臺灣成立子公司叫浩鼎 Optomer是百分之百持有的 請注意這個時候呢 翁啟惠已經是這個母公司 Optomer的股東了 是重要股東 然後兩千零六年翁啟惠擔任中研院院長 在之後呢 中研院跟浩鼎呢 就有一個非常長期密切的合作關係 但還不是技術移轉 零七年呢 浩鼎跟中研院合作糖分子的合成 跟糖晶片計畫 一零年呢 浩鼎取得中研院新世代癌症治療技術 移疫苗跟糖晶片的這個授權 一一年呢 浩鼎在跟中研院合作 研發這個糖晶片的應用在癌症上的測試 這都是合作關係 不是技術移轉關係 換句話說 從零二年一直到一零年這時候呢 其實中研院跟浩鼎就有長期的合作關係 而中間很關鍵的人呢 就是翁啟惠 我們再來看看 二零一二年 銀眼糧用每股一塊錢 美金呢 買下Uptomer 然後同時持有耗鼎百分之四十三的股權 入主耗鼎 然後呢 五月正期會核准耗鼎 可以公開發行 這個時候 銀眼糧說 啊 這個翁啟惠啦 張念慈啦 還有另外一個創辦人呢 幸好有他們才有Uptomer 才有所謂的耗鼎 所以呢 他要送給三個人呢 各三千張股票 翁啟惠說我不要 我一張都不要 但是這個關鍵來了 儘管他說不要 可是十二月四號的時候 潤泰集團呢 用每股三十一塊 大概也就是一塊美金 讓了四百張 這個是用架構 不是送的 這是用買的 但買的價錢是三十一塊台幣 賣了四百張 隔一天呢 再賣了兩千六百張 換句話說 總共是三千張的股票 用三十一塊的價格呢 賣給了翁啟惠的女兒 翁玉秀 然後呢十二月十二號 隔了幾天 隔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就上櫃了 再來二零一四年四月的時候呢 號鼎呢 就跟中研院簽署糖分子的這個合成技術授權合約 這個時候就技術移轉了 換句話說翁啟惠的女兒呢 是在技術移轉前兩年買股票 翁啟惠自己訂的這個內規 就是所謂的利益迴避 在中研院的內規呢 是技術移轉後兩年內 不可以去買賣股票 就這一點 並沒有違反他自己訂的內規 但是在這個內規同時有規定說 你在技術移轉的時候 你要講清楚你的利害關係 但是在技術移轉的時候 翁啟惠的女兒已經有三千張股票 你還是移轉給號鼎 所以他沒有講清楚這件事情 事實上沒有錯啦 就是說就這一件事情來說 我們如果仔細看就是 他這個聲讓這個股票三千張 給他女兒這件事 我覺得裡面有 他可能就犯了兩個錯誤 一個就是說這個 他已經講到說這個錢 是他給他女兒的 那如果是他給他女兒的話 第一個他是財產申報中間 並沒有提到這件事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是 中華民國的中研院院長 照理說他要財產申報 另外一方面來說 如果是他給他女兒的 這是鄭宇 鄭宇的話 其實以我們國內的稅法來說 鄭宇稅的問題 這個可能是在這個部分 的兩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說 事實上就我 就這個 這個中央研究院的內規裡面 他有一個叫做 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條例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即時 也是翁錦惠院長所定的 是 現在比較大的爭議 就在什麼地方 就是我們國內的相關的法令 包括說從這個 生計的這個 新藥產業研發條例 這個也是翁錦惠院長所定的 另外包括說為了要解決 這些所謂技轉的一些 所謂的造成的這個糾紛的問題 後來又定了一個叫做 科學基本法 科學技術基本法 這個也都是為了要 因應這些生物科技造成的一些 技轉造成的這種利益的一些問題 他把它離得比較清楚 後來因為這樣子 研究院內部又定了一個 自己的這個迴避利益的衝突 那這個衝突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如果你要投資這些公司的話 可以 但是你要申報 但是你知道嗎 他現在問題就是說 中研院內部他也沒有申報說 他女兒有耗鼎的股票 所以現在變成問題來了 就是他其實這些問 但是這些法令的重點在於說 這些法令都沒有法則 包括說他自己定的這些 中研院的內規裡面 他講得非常明白 他是沒有任何的罰則 沒有任何的處罰條例 所以即使是你違反了 他也沒有任何的罪 所以就這樣的問題來看的話 雖然說他有可能在這些做法上面 的確有非常多不恰當 而且沒有說清楚的地方 但是就中央研究院的內規 或是說就中央研究院內部的這個 法令來說 他其實是沒有任何的罰則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在當初定的時候 就是把這些法都定得太鬆 那太鬆的話 當然就會有人在中間上下其手 甚至就有人利用這個機會 在那邊進行這種 在我們外界看來 好像是圖利自己的行為 OK 我們來看看 所以剛剛這個所謂的他女兒 在這個時候持有三千張股票 這是一個關鍵 當你女兒有了三千張股票之後 中研院再要把技術移轉給耗鼎 你該不該講清楚 很顯然翁岐慧先生沒有講 再來當你女兒已經在二零一二年 有三千張股票的時候 在二月 今年二月耗鼎解盲失敗 你又出來說這個實驗結果呢 是其實在學術上是成功的 然後你講說你跟你老婆沒有股票 可是你女兒有三千張股票 這個會不會有誠信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之後的一些發展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號的時候 號鼎用三百一十塊掛牌 他女兒取得的成本是三十一塊 而掛牌上櫃就是三百一十塊 換句話說剛好是十倍 然後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八號 號鼎董事長張念慈證實 翁企會在理專建議下 帶女兒賣十張 這個我們剛剛談到 所謂的是不是有內線交易 內線消息的這個爭議 然後二月十九號號鼎五頂 五點多收到解盲報告 那當然就解盲的這個 所謂的最後結果來講是失敗的 但是翁企會說成效是良好的 翁企會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女兒是擁有兩千多張的股票 再來是三月三號中研院說 OBI822也就是解盲失敗這支疫苗 不是翁院長技術移轉的 翁院長技術移轉的是OBI833 這D夠了 這是兩支疫苗 解盲失敗失敗的是822 這個是美國計轉的 不是中研院計轉 中研院計轉是另外一支 但是也是計轉給浩鼎 所以換句話 他們還是有這樣子的關係 三月七號立法委員 證明中質詢金管會說翁 不應該對單一股票發表意見 所以我們再請教 剛剛除了內線交易之外 就是我再請教一下內老師 他女兒有股票 但是眾議院還是計轉 可是計轉的時候 沒有講清楚 再來是他女兒有股票 在解盲失敗之後 院長還在講說 這樣子的實驗結果呢 在學術上是成功的 對 到底哪裡有爭議 所以這個爭議都有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個 剛剛談到三個法 圖利也好 利益迴避也好 或者內線交易 這個交易也好 最主要就是內線交易 這個問題 我覺得另外的那兩個 還好說 但這個所謂內線交易 他有沒有這個內線交易 您剛剛講到那個豬和狗的問題 他們如果生活在一個圈子裡 一個豬舍裡 我相信豬發生事情 狗會知道 那狗發生事情豬也會知道 因為我覺得會提出這個 有點瞎的這個 這個論述 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現在不是來 台資是移轉的這個股票的問題 而是他有沒有可能 因為某些 所謂剛剛講到 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 而獲悉消息 他是有這樣一個可能性的人 那我從 我覺得這個已經非常 我們直接用推論講說 這已經非常的直覺到 他在個人的道德上 有點迴避了某件事情 就是說從某角度來定義 他絕對就個人到底有點失職 有點失職了 就是說女兒很多 我們知道我們的學生 很多都是券商的這個經理人 說不好 券商的經理人都有被規範 他不能夠買賣股票 可是你去問十個 有多少的 不管營業員也好 或中央經營員也好 他們有多少人 是有透過其他關係 去購買股票呢 而他們知道了一些消息之後 是誰可能會做動作 然後去做股票的下單呢 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還是做我比較直覺的推論 他女兒買賣股票 是由他的錢所溢注的 那我們今天不管 那個鎮與稅十趴的問題 就是基本上變成是 他在控制著他女兒的股票 甚至李專建議 他女兒的股票該賣 而由他來賣 也是他是賣的 失扣還甚至說 我們沒有股票 那麼完全想要隱匿 他的女兒有 還有一千九百多張的 這個有股票是事實 我也從這種心態上 就有點問題 不過這種心態也是 這個放出四海皆準 也是普世的心態 只要發生這種事情 都會這樣講 可是我會直覺認為 他其實就已經有規避 而他明知 這是他自己可能 我甚至認為是 他自己做的所有的 屬於他自己意識形態 的一個作為 但是他就是用他女兒的名下 來規避他部分 可能將來會發生在職業上 有所謂厲害衝突 能夠規避的一個很好的說詞 可是這個東西 是分不出來的 對 林老師就直接講 對 我講的 因為這個東西 我要推論 也不敢很直接的說 他有這個問題 我現在要拉回來講 其實他這個最大問題 就是內線消息 這個內線消息 到底有沒有 否則他為什麼要做 這個賣出十張的動作 而這個內線消息 有沒有辦法去 現在他旁邊周邊的 所謂的重要的利害關係 絕對會 不管是保護他的原則 或者是維護他自己 本身公司的是信譽的原則 那麼我覺得都不太可能說 他有問題 現在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一個 所謂無罪定論 這個統計學的那個一定是 我們定論就是 這個我們叫貝塔等於 就無罪定論 一定要找到明顯拒絕 他有罪之證據 才能拒絕他無罪 那這個明顯拒絕他有罪之證據 就是我們在同學 都知道那個significant level 就是標準差 你要定多遠 那在法律上 不能隨便定人罪的時候 這標準差是很遠的 因此要定到他罪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這個教授講的 你十個案子裡面 能定到兩個不錯 那兩個是因為他根本 搞不清狀況才被跳進去的 很多人他都覺得他沒罪 結果就被定罪了 因為他不懂法 他不懂的規則 實際上只要稍微聰明一點的人 都會知道如何去規避 而不讓他抓到明顯去拒絕 他有罪之證據 因此基本上最後都沒事 那我大膽說 他在心態上 我認為可能會有事 那我覺得今這個 今晚會這個政治委 講的有道理 就是應該去查 有沒有違反證交法 要細查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內線消息 其實在市場中很多人都有 為什麼要規範那麼細呢 又不敢太嚴格的去誤判呢 但是基本上 其實現在發生了 有了你也很難抓到他的證據 就是看怎麼樣去抽脂撥檢 所以我剛剛講一個重點 他們今天把東西 講到李磚那裡去了 真的李磚比他熟 耗底嗎 我要問這個問題 第二 女兒的股票 為什麼由你決定 當這個可能很好抵犯 其實就是從頭到尾 都是他主控 第三個就是為什麼要提出 我啊 下單要他在台灣 那從剛開始買股票 都是因為他的關係 他女兒才有股票的 從頭到尾三千張到一千九百多張 都是他女兒的名下 但他女兒對這支股票 真的有興趣 真的瞭解嗎 所以瞭解的是誰 會因為他女兒 會因此而有股票 是誰的原因 現在又扯出一個三月三號 講說海中原聲明 這支股票更 並不是移轉到 號頂升級的一支 其實我覺得這是多餘的 反而我覺得此地無銀 這更讓人家覺得這個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其實他我要講內線消息 並不一定要就是這支移轉 才是有問題 不過我老師 我們在談 不管是所謂的利益衝突 或是圖利益 或者是內線交易的時候 其實他的法 都有很清楚 嚴格的定義 所以換句話說要定罪 最後其實難度是很高 但是我想問的是說 道德上 恐怕現在應該很多人認為說 這件事是有爭議的 一個道德上 可能在社會上認定是有所爭議 難道就不適任中原院院長嗎 我們真的要用那麼純潔無瑕的標準 來要求中原院長 可是特別是這個 我們剛剛也談到說 這個是翁啟會自己定的一個 利益迴避處理原則 說因為他其實很清楚說 特別在生計方面 他會有跟商業利益有很直接的 關聯性 所以你要利益迴避 他說科學研究成果 如成果授權 或是讓給這些業者做產業利用的話 承辦或是決行計轉的當事人 配偶與二等親 二等親當然包括子女 在技術移轉之後 兩年內 不可以去買賣投資 接受計轉的公司 但我們剛剛談到 其實他女兒是在計轉之前 持有號頂三千張 可是同樣的 他說在計轉之後 要盡可能揭露可能的利益衝突 他女兒有三千張 但計轉 沒有講這件事 我想道德上應該很多人認為說 的確有所爭議 但有所爭議 就真的有入於中研院院長的職務嗎 我先強調一下 因為這些內規 我往往就是自訂者 你們要遵守 我不用遵守 所以我談這個道德太沉重 我還是回答就是說 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他關於他女兒那個部分 他沒有講 老實講沒有什麼 他女兒那個部分是不用申報的 因為他已經成年了 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用申報的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要指責他說 你違反你自己訂的那個 那也可以 但是至少他在法律上 至少目前看不出來 有什麼地方 包括剛才內線要提到 就是這個 到底我們合理會議 這個一定有內線交易的問題 但是又回到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今天 我們在刑事的證明 要證明這個人有罪 如果滿分是十分的話 你檢察官證明到九分 那比方說 你這個實際窒息好了 你不想要有內線交易 還要有實際窒息 這個實際窒息 我發現到大部分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內線交易的案件裡面 被告只要講一個 我就是不知道 因為舉證承認不在我這邊 是你檢察官 你檢察官就證明這個 尤其他這個離那個 內部人越遠的話 你越來證明 對 由於是現在看起來 號頂的這些人 都已經開始在講話 老實講這個 這個我覺得都有 都有問題 不應該再講話 我覺得檢察官應該趕快去查 所以基本上 在這種情況之下 根本不可能證明到九分 所以大部分案件 我說就像剛才 有那個內交獎 只有不知道的人 才會掉進去 所以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法的層面 目前我看起來 不管檢察官再怎麼認真查 最後都不會有罪 那但是剛才主任提到就是說 難道我們對一個中央研究院院長的 只是要他不違法就好了嗎 那當然我也不認為 那只是說 這裡讓我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今天我們會對中央研究院院長 這麼高的一個期待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把它放在總統府 但是我覺得不應該 因為我們 我們一直在談政府改革 或者是政府受聲等等問題 像這個中央研究院 如果要問我說 未來要怎麼弄 應該是不要把它弄到 那麼高的位置 要把它共化人化 把它獨立出來 那獨立出來的話 一方面 我們就不會有那麼高的期待 我感覺 因為你把它放在總統府 就是好像幫成一個 那種國師 那種感覺這樣 對不對 那當然其他地方 老實講 現在不需要去神話 一些什麼位置 對不對 他不就是個人嗎 那如果你把那個中央研究院 撥開 那翁啟會 如果他真的有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就跟我們一般一樣 我也愛錢啊 對不對 我雖然也是個大學教授 所以我覺得呢 首先第一步 要談那個道德 談不完 到底是誰的道德 是翁啟會的道德嗎 還是主席的道德 還是在座各位的道德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從這個事情來看的話 我是認為說 中央研究院 應該要把他 把他共化人化 他也有不少人 替翁啟會教區 理由是說 翁啟會在兩千年之前 他在美國擔任那些職務 說實在 他賺的錢 跟回來台灣 就職中央院院長 賺的錢 那是天差地遠 他在 那個時候 所以說 這樣子 對翁啟會公平嗎 我們來看看 翁啟會之前的成就 以及為什麼現在 會陷入這樣的爭議 捲入耗頂股票爭議的 中年院長翁啟會 以健康因素 向馬總統請辭 至美不歸 不過今年3月14號 翁啟會才搭機赴以色列 受邀參加科學與人文學院 2016年愛因斯坦講座 事後才搭機轉赴美國 進行學術訪問 當時的翁啟會 一小時全程 站著演講糖分子發展 不只中期十足還相當幽默 看起來健康狀況良好 翁啟會是國際知名科學家 1979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攻讀有機化學博士 只花了三年就拿到學位 1994年當選中研院士 2002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士 2003年接下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2006年出任中研院長 至今獲獎無數 而翁啟會也是首位 具有美國雙重國籍的院長 他所專研的糖分子合成 及糖蛋白領域 學術界無人能出其有 更被看好是奪下 諾貝爾化學獎的科學家 翁啟會個性內斂低調 發言多漢學術相關 鮮少捲入風波 除了2001年宇昌案 翁啟會曾發表聲明 認為輿論對蔡英文不公平 2015年馬總統視察國家 升級園區因為進度落後 但翁啟會的面表達震驚失望 2016年的浩鼎案 翁啟會談浩鼎解盲 強調有成效不算失敗 加上女兒翁玉秀持有浩鼎股票 遭到質疑是內線交易和利益輸送 翁啟會在半年即將卸任 卻因為捲入浩鼎風暴提早請辭 但是恐怕也將連帶影響 學術聲譽 記者綜合報導 博育正姊我們到底該怎麼思考 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都會認為說 學術歸學術 商業歸商業化的 一清二楚最好 可是很顯然這樣子的標準 現在越來越中間會有很多 模糊地帶 因此中醫院自己也經常 在做技術移轉 對 那技轉的這個規範是 2014年成立制裁技轉處 然後要擬定說相關的科技研發成果 可以做商業運用或是合作的這些計畫 技轉成果三分之二 都是生物醫學 對 三分之一是理工 2014年中研院技轉授權一百多件 授權金將近兩億三千萬 兩千一零年授權七十六件 將近有三億的授權金 那授權金呢 權益收入扣除必要的費用之後 百分之四十給創作人 那中研院跟創作人所屬的實驗室 國庫最多各百分之二十 換句話說 我們也允許說 你的學術成果 是可以獲取利益的 其實這個部分 就是說如果你真正看到 他回歸到實際上的股價 那你都會發現說 這其實是小額科 因為在浩鼎為什麼會這麼大的爭議 就是他在減盲之前 來到七百五十五塊的最高價的時候 整個總市值來到一千三百億 那這一千三百億裡頭 有四成以上的股票 是大股東引原量的 你就計算是說 到底誰得到龐大的利益 所以如果真正你說 包括像在這個忠育新耀 就之前講的宇昌 忠育的話 他至少還有所謂的 行政院開發基金的入股 那這個所謂中研院的 所謂計轉的這個辦法 可能很多人會想到說 過去在公研院時代 你說像台積電 他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一個計轉成功的一個案例 因為後來我們的政府基金 包括當時黨國不分的時代 其實也賺了不少錢 可是呢 就因為翁啟惠 他2006年回來中研院 擔任院長 那應該是說 從李遠哲 然後到他 到翁啟惠這兩任的院長 其實給中研院帶來 另外一個不同的面貌 那種不同的面貌是 李遠哲很會募款 他把這個 當然幾個大咖的 像這個曹新成 張宗謀這些人弄進去之後 就發現說 這個整個生態改變了 那翁啟惠的話是 很多的條件都因為他去放寬 因為他自己在美國的 Optima 就在這些公司 他本身有專業 所以為了迎合他回來當院長 所以開放了很多的條件 那這樣的一個條件 也造成了中研院內部生態的 輿論的不平衡 所以我才會說 為什麼這一次 包括人文社會主這邊 對他非常有意見 因為你們占盡了所有的便宜 可是他們占便宜 他們會說 因為我們有生財之道 我們創造了很多的技術移轉 所以這個也是 翁啟惠註定成為歷年來民生最差 然後卸任的身影最難看的 中研院的院長 他也把中研院很多的聲望 給敗壞了 雖然他很有學術成就 所以四中兄 你會認為這就是我們學術 跟商業那條線 看得不是很清楚 畫得不是很清楚的問題嗎 我覺得就是說 當初的這個 的確把翁啟惠先生 請回來的時候 就是要發展生計醫療產業 那當初的話 因為把它排在中研院 這個位置 我個人認為是不太 以上節目 可在公視網站 加期服務引營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期 讓精采繼續 請寫出 蒙然無知的蒙 只能用 易靜潔 妳說妳可不可惜 還很合耶 老師妳看一下 林純寧的答案 無法網開一面 OK 好 一千金綁中榜 帶您領略中華蚊子之美 進入日本野生國度 美麗又失憶的動物樂園 看艱困求生中可愛又有智慧的動物們 在人類生活文化中 探尋動物最動人的意志力 每週六 每週六晚上八點 生態全紀錄 野性日本 就在公共電視 一把青 目擊舊時光老照片 溫習舊時光運動 老照片背後的故事 早已飄然遠去 所有甜美的 悲傷的 感動的 遺憾的過去 都在回憶中沉澱 轉化為滋養 更多有故事的照片 請上公視粉絲團 愛是折磨人的動物 哈囉大家好我是楊辰 請收看滾石愛情故事 我在愛情裡有編出喔 幫好 等一下騎騎車 怎麼回事 滾石愛情故事 4月9日起 周六晚上9點 就在公共電視 您現在收看的是公共電視 讓我們一起支持好的電視台 看見更好的未來 第一次 我們下班的文件 歡迎大家庭 在公共電視台前 來就跟我們下班